大家回顧一下,上禮拜大概讲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Judget乘法表 那Judget乘法表怎么样把它用Fall为圈 做结果的输出 当然Judget乘法表 你如果一次要把9列的资料一次输出 恐怕有点难度 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先输出第一列 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1之类推 那输出一列OK的话 你再去输出全部,1到9 那一列的话呢 第一个可能就先跑4J的回圈 先跑那个内回圈的部分 J先跑完之后,外面再包一个4I的回圈 那两个把它凑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一个Judget乘法表 OK,那大家尽量 最好我是建议 你可以回去自己开一个新的module 重新转写过 如果你可以OK写完之后 没有问题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那程式其实没有几行 最后一行还是print print 小瓜五就是换行而已啦 OK 那顶多我们有再增加用那个format来做 用format格式化 我还会一直强调 format格式化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些资料的格式化输出 现在那个python都建议用这个format来做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书上好像有用百分比符号 但是它那个官网的建议是说建议用format 那将来百分比那种输出 它慢慢会弃用 就是不建议用啦 以后甚至不支援 那现在你用那个百分比符号有点像写C C++或者是那个Java可以用百分比符号 但是比较建议用format 因为format基本上它比较完整 而且写起来我觉得还蛮顺的啦 OK 所以慢慢习惯 也就是说书里面的写法 像你们今天有拿到上课用书 那这本书的话 因为说程式每个人写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用书 回去的话有时间可以翻阅一下 像它叫你安装那个环境的话 跟我讲的又不一样 OK 它那个方法你也可以试试看 只是我觉得那个方法 光安装的话就要安装个半个小时吧 我记得 我装那个 它里面讲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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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有一个 整包的一个套件 那安装的话 其实第一个 花时间 第二个的话 装了一大堆东西 占你的电脑空间 而且很多东西套件 你不需要的 它也帮你装好了 所以我觉得 可以参考了 但要不要用的话 就看 每个人是自己在决定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还有就是那个 就是花表 改成VBA 这个地方主要是 让大家知道说 Python跟 VBA之间 那个 不回旋的写法 其实 稍有差异 但是两边呢 其实观念上是可以互通的啦 也就是说 以后你这边写一写 那边也 其实两边 都可以写出一样的东西 那只是说呢 你要 什么使用工具啦 那哪边方便 哪边用嘛 那当然一般习惯是 当里是有好处是 打开就可以 写程式了 那Python其实也没有太 太难啦 只是说 Python有时候 可能安装环境上面 也许那一台电脑 刚好没有那个 Python的环境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再安装 其实用懒人包也还好啦 只是还是要解压缩 还要设定一下 那也不会太麻烦啦 不过就是看你们 怎么去 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信号 输出三角形 有很多变化 有一个是正向 有一个反向 然后有前面加空白的 然后呢 再把它改成什么 等腰三角形 最后还有一个什么 两个等腰三角形 身上有同学说 那可不可以三个 可以啦 自己再去变化 反正 如果你自己 可以想要做 然后你可以做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说 你应该是完全可以了解 但是有的时候 真的还蛮花时间 尤其是要 把那个 这个题目做变化 那 是比较不容易的啦 可是如果说以后呢 你只要想变化的效果 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话 那真的表示说 你真的 真的是懂了啦 OK 那其他的话 我也要补充什么 补充那些 证照考试的题目 我是举那个 302题啊 那我讲过 如果它总共有9类嘛 那1类的话有10题啦 如果我放在那个 云端上面 只有放双数题 它其实还有单数题啦 也就是说 总共有 1到9类 1类10题 所以90题 也就是如果你要去考 那个试的话 你就是要把这90题 练到滚瓜烂熟 然后呢 它现场就是 从那个实题里面 去抽一题出来 不知道哪一题 那你就是要在100分钟之内 把这些题目都做完 那只要70分就及格了 也就是说 你只要70分就拿到证照 你100分 那你70分就可以啦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应该可以有3题 不用做没关系啦 如果3题不会 还是可以拿到证照 那当然我是还蛮建议啦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Python学会的话 可以花一点时间啦 做练习 然后没有目标的话 那你就是把那个取得证照 当成是一个目标 OK 也不错啊 就像我上个月刚才跟各位讲 那个学智语 我不知道是什么目标 所以 去考个什么 那个N4啦 N3啦 最好是可以拿到N1嘛 对 不过那个感觉到 非常非常困难 有点像爬山一样 越爬越高的山 不过就是好目标啦 不然的话你学习没有目标 你可能慢慢就越来越松散了 因为如果课程结束的话 那可能你就不会去碰它了 那就蛮可惜的 好像感觉 学了但是没有 真的发挥效用 还是可惜 而且如果可以变成你的履历上面的一部分的话 专业技能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讲的话 那当然会更好 可是你要拿出来讲 你们这个课程好像有结业证书吧 结业证书其实也是 但结业证书只是充其量就是表示你上完课了 OK 但是不见得说你是真的会了 OK 所以也许自己可以想一个目标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提到 怎么样再把for回圈改成所谓的 file回圈 OK 那两指之间呢 其实不管任何语言都会有for回圈跟file回圈 那其实我讲过了 其实简单讲 它其实就是处理重复的事情 也就是那些重复处理资料的事情 那回圈 那回圈 for回圈跟file回圈最大的差别 其实for回圈通常是有一个范围性的 一个range 所以你会发生在那个forI什么呢 inrange 通常会加一个range 那while回圈的话 后面通常是一个逻辑 有点像是那个if后面加的东西 一样会有个冒号 有没有if 什么 有点像if 只是说呢 if是只有跑一次的判断 但是while回圈的话呢 是一直跑 如果当后面那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下面的事情 如果为forse的话呢 它就结束了 也就不会再继续跑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file的用途通常是你不知道说跑到什么时候该结束的时候 那你就用file回圈 OK 所以这个用途的话可能慢慢要这个再去斟酌一下 那通常用的比较多的我还是用的比较多还是用for回圈比较多了 通常好像资料大部分都会有个file 因为资料库啦 ERP啦 倒过来之后其实大概都知道范围 小部分的话还是会有那个不知道范围的这种状况发生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种不知道啊 那待会会有范围的这种状况发生 比如说我们今天会讲那个第三个单元 底下的话就会有一个像那个什么 拆数字游戏这个 拆数字游戏啊也可以那个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写一个拆数字游戏 那当然啊他这里面等于是第一个还是需要学会乱数 乱数从1到2的时间取一个号码 然后呢你去猜 那猜的过程当中的话 那可能就是猜对为止嘛 如果我的逻辑上你猜对为止 那我怎么知道你会猜几次 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只能猜 你猜几次我根本没办法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那用画回圈相对会比较恰当 OK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些相关的范例 来练习用画回圈写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一题就是有关那个时数的判断 那上礼拜讲过 如果我要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我先弄一下 这个程式的话 这个程式结果 那我们先不要看 我们假设我执行 执行过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底下这边会出现一个叙数 请输入一个整数 一定要整数 不能小数点 那我输入完之后呢 我要判断说呢 到底输入的这个数字 是不是直数 OK比如说我输入51好了 51 那当然规则应该知道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中间的1到51的中间这些数字给整出 那整出的话呢 就是除完之后呢 没有余数 OK 那我们Enter 不是直 那如果53的话 应该就是了吧 没办法 那这个还必须要再执行 因为它没有 它只能执行一次的输入 53 Enter 是直出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需要写这样的一个程式的话 那我应该要如何撰写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呢 我这边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 比较 比较啰嗦一点的 一个版本比较精简一点 至于哪一个版本好的话 那你可以斟酌一下 反正你写得出来没有错误 当然都是OK的 只是说呢 写完之后 我讲过 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不需要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程式是太啰嗦的 那如果太啰嗦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改精简一点 可是要改精简 你可能要知道 它有什么特性 可以帮助你让程式变精简 所以我的逻辑是这样 先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的话 上面这边总共有十行 扣掉一行注解 大概就九行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先增加一个变数 也许这个名称叫reout OK reout等于零 最后等于零的话意思 后面我有注解 能不能被其他 除了一和他自己本身以外 能不能被其他的整数 其他数字给整除 那预设的话呢 就是零 那零的话 其实除了 在这里 其实我是把零当成是force 当然你这边 你也可以打成force force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不是的意思 数跟force 应该要大写 大写force force的话呢 这个地方等于是 意思就是 不是的意思 OK 那相反的就是true true跟force 不过其实true跟force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零和一取代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force 你可以用零 把它当force 那我这里为什么 用零来取代force 因为 简单讲就是 如果你输入零 应该是 可以少打很多字 有没有 OK 那打true的话呢 你用一来取代就可以 OK 有的时候 其实是 比较可以脱懒一点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如果看到 我如果等于零的话 可能是 它是 这个预设值为零 另外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我是把它当force OK 那这里的话 我是把它当force 不能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是把 把它丢一个零 在这里 OK 它预设是 不会被其他数整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让它跑 那跑的范围就是除了 除了 除了1 所以1一定要跳过 我从2到它自己本身 所以 这里的话 第一个 input 轻轻输入一个整数 那输入完之后 假设51 那51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输入完之后就 因为这个地方 int 这个输入的话 是一个文字 51 转型过来之后 才是51的一个整数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跑回圈 有没有 为什么要跑回圈 因为我要产生 那个除了1以外的 其他整数 2开始 那做什么呢 如果我输入了这个51 假设这边是51 那我就放过来之后 如果呢 这个公式的结果为处的时候 那表示说呢 它不是直数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realt的这个变数 把0改为1 那改为1的话 就是会被其他数整出 所以底下的话 我就做个逻辑判断 如果51 怎么样呢 它除以 2 到他自己的前一个 他自己前一个 因为这个是stop 不会产生 那如果等于0的话 表示会被整除了 如果会被整除的话呢 那我的这个realt 就把它改成1 就是true了 那表示说呢 它就不是一个直数了 OK 那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这个realt的这个结果 如果为了的话 其实应该这边呢 应该再多写一个啦 等于等于 等一等一等一才对啦 如果等于1的话 那表示什么 不是直数 有没有 反思的话呢 才是直数 那因为呢 这个等于等于1 其实是可以取 是可以省略掉的 因为你如果放一个1在这 放1的话 那就是true啦 true的话就执行下面的逻辑 那如果你放一个0的话就false false的话呢 就会执行底下的这个逻辑 OK 应该可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 再加这个等于等1也OK啦 不加也没关系 所以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话 我是没有加这个等于等1 OK 因为这样比较精简啦 OK 所以如果有些同学看起来 看到神师发现 奇怪老师怎么少写东西啊 其实没有少写啊 这样是OK的 好 但是这样写完之后的话 可能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你这个 比较这个 这个变数感觉好像有点啰嗦 你看 你还要先判断完之后 产生一个0或1 然后再到1幅这边判断 这样好像有点不够精简 是干脆什么 你就判断完之后 直接表示这个地方 如果能整足的话 那就什么 就表示不是直触了吗 那你干脆在这边 直接输出不是直触就好了吗 不过会有个问题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修改会出现一些错误 那可是能不能把它修改的比较精简 这个当然可以 可是要怎么修改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是在我们那个第三个单元 里面的第几页 第十五页的部分 先稍微看一下 那你选啊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再稍微撰写一下 就是判断那个 是否为直触的 这个练习 试试看 订阅 我再继续 那么 解订阅 解讯